这么晚了 什么事啊 急事 我告诉你 小廖 是这样 今天唐雪跟我说 她有喜欢的人了 你觉得是我吗 你说 唐主喜欢的会不会是预言呢 你看 她又是冠军 又温柔 长得又奶帅奶帅的 你说现在谁不喜欢这种小冰羊呢 对不对 不是吧 我觉得 对于卫成金人下手 这种不是唐雪风格 这时候预言都走了 也是 那就是编程了 学霸 成熟 像个忧郁的小王子 况且唐主喜欢的第一个男生可就是他 不可能 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觉得 唐雪没那感觉 你觉得那只是你觉得 绿斌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先下手为强 能后下手遭殃 这么好的姑娘 那就像春运的火车票一样 你在电脑上看着 票挺多 但实际 那是一票难求 话呢 我就给你顶到这儿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琢磨一下 我挂了 拜拜 喂 来 听 这梅托多重 听 这想念 多弄 唐主 您又怎么了 肖宇子 有件事你给我猜不猜吗 嗯 李宇冰今天说他有喜欢的姑娘了 你平时跟他关系好 你告诉我 谁 诶 唐主 你问这个干嘛呀 难不成 你喜欢李宇冰 我 什么 我听不清 你大声 你说什么 我喜欢李宇冰 你想死是不是 赶紧 你帮我分析分析 你说 李宇冰喜欢的会不会是 张又为呀 你看 这张又为又是冠军 高楼还神秘 这样的女孩啊 她很能激起男性的那种斗志 况且她俩平时走在一块 不会吧 她俩跟哥们似的 那就是周然了 你看 这周然 笑话 优秀 还主动 还打长腿 她可是及所有女生优点 于一身啊 应该也不可能 看俩要好早好 还等现在啊 现在也不稳啊 唐主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啊 这男人啊 他就像是咱们食堂里的饭菜 虽然说难吃 但你要去晚 他还真就没了 像李宇冰这样的特色菜 那肯定是更加抢手啊 我呢 话也跟你说到这儿 点到为止 唐主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 挂了 拜拜 啊 想念如果有声音 恐怕 早已 谢谢大家